我是阿龙,昨天很早,7点钟就开始打蜜蜜,打了一天 昨天总共打了有100箱蜜蜜,99箱,一差一箱就100箱 总共打了500斤鸭角木蜜,打平均每一窝都是5斤那样子,不是很多 因为冬天那个鸭角木都是,现在不是还到尾声,尾声的时候那个蜜蜂就拼拼,前期那个蜜蜂是不拼的 上一次打的时候只有200多斤,这一次打的有500斤 为什么呢?前期的时候那个蜜蜂滴滴滴滴都是蜜蜂都不拼 现在那个蜜蜂全部已经取消蜜蜂液了,已经开始采蜜 已经不在蜜蜂了,那看一下我昨天打的蜜 线兽机又要解码又成,开机又要输密码 都是蜜�蜂子,钱就会被划白头 今天打凶了很多甜点 请开机后面,我们不要像蜜蜂 伸手 先 daar,开机后来点击。 man开水里放入… 我现在打击几分 hast 那么多,我先打开了 那些但我就是等一下 你打开水里放入… 我打开水里放入点,冷水里放入… 我打开水里放入冷水里放入咖啡 我倒可以 acceptance 我打开水里放入冷水里放入冰水里放入… 你打开水里放入闻 它的味道出道 我来到有冷水里放入烣水里放入鸭里放入来 好 漏不动 漏倒也漏不掉 漏倒也漏不掉 我又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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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吃了 不吃了 我記得牠是正常的 那些魚鱔 如果被牠所在 可惡什麼 妳可以吃 對牠的 就給牠所要上 哇 牠所要在牠的 及牠所要 ここ裡就冤枉 在牠所要的 牠所要 call 牠嗯 牠所要的 牠所取的 牠所要拿 牠可是牠的 好嘴 要發背摸哈 有一條變瘦籠 這個變瘦籠也是 專門騎蜜蜂 騎了掃冠蟲 有沒有看到這個鴨腳木上面的那個蜜糖 那個蜜糖上面的蛙沒蜜糖採了 你看那個蜜糖低的那個葉子都濕掉了 看看這一株鴨腳木 有沒有看到葉片上面的蜜糖 是吧 蛙從上面那個露那個蜜糖下來 全部你看 是吧 是吧 全部是蜜糖 你看整豬鴨腳木的話 我是無法想像啊 這麼多蜜蜂在上面用用用的 你看 你看 我今年還是第一頭看到那個微甘菊流蜜啊 你看那個那個微甘菊流蜜也是一樣啊 那個蜜糖低的那個樹葉 底上面你看 你看 全部是蜜糖 啊 現在我那個手都可以沾緊啊 你看我的手都沾走了 無法想像你看的蜜糖 啊 那個葉片 滿山都是 哇 我還是頭去看啊 飛甘菊流蜜 有很多蜜蜜 我們前去你看 這個山上面的飛甘菊 看哪裏有多地方流蜜 你看這裡一堆飛甘菊 那裏都是很多飛甘菊 你看 那個葉片上面 全部是蜜糖 啊 全部是蜜糖 全部是蜜糖 你看 留著那個葉片 你看那個葉片變成蜜糖了 對啊 現在手都沾緊了你看 啊 全部是蜜糖 我們再遠一點的 那拍得不太清楚 你看我們看那個芋頭 這個山裏面的野芋頭 啊 你看那個蜜糖 都要拿著說 後來哪來那麼多蜜糖 啊 都是 啊 啊 又說哪裏打多少蜜糖 很多人都說啊 啊 那個世界上根本是沒那麼多蜜糖 因為你 你都沒有開過眼界 是吧 啊 沒有看過大流蜜的情況 啊 啊我們這裡的 啊 啊我們這裡的 啊 啊 到下午4點鐘 到下午4點鐘 只要有23度有陽光 情況下的那個鴨角木 就會流蜜了 啊 還有 剛才那個微幹局 那個微幹局呢 我就不知道它什麼情況才流蜜 啊 一般微幹局呢 很多地方都不流蜜 就是我這裡 所以今年就流蜜 啊 比較特別 啊 因為還有很多人的 地方啊 它的那個地方是沒有蜜的 但有些地方呢 蜜得多得不得了 啊 他就以為 是我的那個蜜糖啊 那個 不是蜜蜂採回來的 那我們轉過來看一下 那個蜜蜂出功率有多猛 啊 你看鴨角木流蜜出功有多猛 啊 怎麼樣 鴨角木流蜜最瘋狂呢 只要是早上的時候有霧水 我們看到那個樹葉葉片上面有霧水的話 啊 流蜜就猛了 那一天的話鴨角木流蜜就猛了 那個不用說 還有那個冬季 冬季流蜜具備的條件 它也是有霧水 什麼叫做霧水呢 早上 7點鐘起打的時候 看見那個樹葉的葉片裡面有那個霧珠 霧珠的話 那個 那一天呢 那個剛好是冬季開的時候 它就看見流蜜蜜了 鴨角木也是一樣 如果有霧水的話 啊 就是流蜜蜜 你不要看 小看這個 腳上起來那個霧水 這個霧水裡面等於說 我們廣東人說的霧 腳上起來有霧水 啊 那個腳上葉片的霧水啊 那個霧水呢 含有一種蛋 等於說圍料中的蛋 所以呢 一旦這個植物的葉片 吸收了那個圍料以後呢 它當天流蜜還要猛 都是這個樣子的 啊 為什麼有時候鼻翁乾燥的時候 那個植物流蜜不太理想 一旦呢 濕潤的時候流蜜就比較好 這個也是跟那個植物也有關係 所以植物呢 那個表面呢 它也吸收空氣中的微料 跟空氣中的 那個氧氣的成分 所以呢 早上的時候 一冷一夜 白天的時候 夜晚上的時候 冷呢 預冷夜化成小水珠 所以呢 早上的時候有霧水的時候 那個植物啊 流蜜是非常的猛 沒有霧水的時候 流蜜就不那麼猛 那個 早上的霧水呢 還有蛋啊 還有其他 別的那個 微料的 等於說那個霧水裡面 都還有那個微料了 增加植物的那個一種 啊 養蜜 所以那個植物呢 有霧水的時候 那個植物啊 都比較生長的比較好 所以呢 那個鴨角木流蜜啊 跟那個冬桂流蜜 都要具備有霧水的話 是流蜜更加猛 沒有霧水呢 它也照樣流蜜 但那個冬桂呢 沒有霧水的話 絕對是不流蜜 流一點點都不算 沒有霧水 早上起來有霧水 剛好碰到那個冬桂流蜜的話 肯定會流蜜很猛 這個不用說了 因為有很多人都懷疑 我那個地區是有沒有流蜜的 這個我就不說了 反正我這裡每年 採鴨角木大部分都是有一點點 但不說完全沒有 不過呢 那不久有一年 鴨角木沒搞到也不奇怪 因為鴨角木一個乾旱性的植物 如果是突然間殺了大暴雨後 那個地表全部已經吸飽水溫了 那個鴨角木就不會流蜜了 其實二十天不流蜜 鴨角木就這樣 一旦殺了大暴雨的話 二十天不流蜜 等那個地表乾了以後才會流蜜的 因為有很多人都懷疑 何來那麼多蜜 何來那麼多蜜 這個蜜還不算 我們立即挖開馬 就是流蜜還要蒙 所以這個山裡面的植物 流蜜還不算很厲害 好了 今天的視頻已經到這裡為止 使用我的視頻給點關注